各位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打飞机和又个游戏结合 会变成怎样一种有趣的情况呢 前段时间休息的时候 3D动作二游玩累了 了解到一个游戏美术和玩法独特 奇君也是超酷的不行 看起来是个操作简单 爽快出发的游戏 让我先换个手感尝试一下 说实话 在体验它之前 我也没有想过 打飞机这种类型的游戏 还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你以为打飞机 光射击躲避子弹做好了吗 不 你甚至可以吃掉一部分的子弹 然后转化成攻击 再给敌人打回去 你以为打飞机是远程射击游戏 不 只要选了不同的争议效果 你甚至可以和Boss打进让呢 飞坝龙骑士本身就是一款 集合了飞行弹幕射击 和挂机养神的 有格轻度休闲游戏 在游戏中呢 我们要扮演一位龙骑士 带着自己的小黑龙 不断穿越各个过渡 进行时空冒险 收集失落的龙主宝物 说实话 刚上手这个游戏的时候 就只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模式嘛 没想到 后面越玩越上头 这个游戏也是有很多个关卡的 而且呢 每通关一个关卡 我们就会被传送到 另一个时空 这也是 为什么玩的时间再久 看到的场景 几乎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同一个时空内 每一个章节的场景 也会有所变化 而在进入游戏后 和常规的打飞机游戏不同 面对这么多的怪 不是说光按着屏幕 从头到尾一直射就行了 如果你在战斗中 松开按着的屏幕 你会发现 你骑着的龙 会伤害嘴巴 开始猛吸空中的红色子弹 而且呢 在吸完子弹之后 再次点击屏幕 可以让龙停止湿气 且刚才吸收的子弹 会变成我们自热子弹 去打怪 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 以前可能看到子弹 大家第一反应 是通过走位躲过去 但是现在你不仅可以躲 还可以直接吃掉 对方的子弹 变成自热攻击 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的子弹都能吃的 红色的是能被我们吞噬转化的 优先呢 就还是得依靠 灵活的生法去躲了 此外 不同的怪 发射子弹的方式 也各不相同 因为一次性 吸收的子弹越多 那么当你转化反击时 回给对面的攻击 也就越多 常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找一个角度 松开屏幕 让小黑龙 吸收尽可能多的子弹 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些怪 释放的子弹是原地的 你得操作小黑龙 咬过其他的屏障 然后到指定的位置后 再吸收 就反正 手抽药障碍 好像还挺方便 比摇杆和电脑暗方向剑 可数是不少 当然了 我最感兴趣的 其实是每个关卡中 没扫清一波怪 系统呢 就会弹出提示 要我们选buff 在这个游戏里 交祝福 比如说 普攻设计中 带毒 带兵 带火属性的效果 或者是吸收了对手的子弹后 再吐出去 让你吐出去的子弹的一部分 变成带属性的波纹性攻击 像前面提到过的打进战 就是在选择了 多个选择属性球的buff之后 因为小黑龙 则围 围慢了属性球 而这种球呢 必须要碰到boss 才能打出伤害 所以呢 就必须要趁着boss 没有攻击的间歇 赶紧把属性球 按他脸上 然后打完就跑 等下轮属性球的恢复 而如果你关卡打得比较慢 后续boss战 还会出现魔王的诅咒 让你持续掉血 吃到只剩一点血 这个时候呢 要么你想办法 赶紧击败boss 要么呢 就找场景乐的治疗球吃 一边吃 还要一边打boss 不然对面 放个大招出来 这局就绝了 几宝物 一次来激活 一些比较强力的大招 或者呢 只为自己的小龙 带来额外的属性增益 而小黑龙 除了升级之外 还可以通过 激活不同的幻化形态 在实战中 增加元素的攻击 并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里呢 告诉大家一个小彩蛋 幻化后的小龙 还有萌妹形态的外观哦 这么可爱 战斗师 一定更生猛吧 总之 非法龙骑士 确实在上手之后 给了不少的惊喜 关卡多 却不千篇一律 玩法独特有趣 甚至呢 在上手之前 我都没有想过 子弹局员还能 自己吸收了 给敌人反弹回去 更别提 每一关我们所选择的 祝福效果 都各不相同了 不同的祝福选择 让我们只是 在同一关卡中 也很难完全 使用一样的打法 似乎每一关 都有不同的新奇体验 目前呢 游戏中的战斗板块 不是很多 后续呢 希望多推出一些 有意思的虚伪活动 让我们在组件 或者试炼之余 体验更多 不同的战斗方式 好了 本期关于 飞霸龙骑士 试玩评测的内容 就说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一下 这款游戏哦